我們看理事 他說平面上這一點,這一點是動點 在Y軸上的動點 這個動點什麼時候讓周長最小 我們現在來看 這AZ點是負二 負二 這樣畫不完 負二 負二零 AZ點 負二零 那BZ點是負四跟九 負四 和九 九假設在這裡 BZ點是負四跟九 那我現在要在Y軸上面找一點 使得它的周長最小 我們知道 它的周長就是AB這個線段 加上 加上 VC VC再加AC 所以你使得 VC加AC最小 那周長最小 那周長什麼時候會最小 你就給它找它的對稱點 對稱點是多少 是等於A' A' A'是2跟0 再給它畫直線 再給它畫直線 求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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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就是我們要的 另外 為什麼這一點會使得 這個加這個最短 因為 因為這一點是 這一點的對稱點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 是全橫三角形 也就是說 這個長度跟這個長度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如果 C不是在這一點 而是在其他地方 那其他地方的話 那BZ 加A'C 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會等於 VC加多少呢 A'C 這個長度 會大於這個長度 為什麼 因為這構成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兩邊之合 大於第三邊 這個第三邊是 我們要的那個什麼呢 就是直線 就是找直線的話 通過這一點 那個大小節 這個長度 就等於這個加這個 這個加這個 會什麼 會小於這個加這個 為什麼 因為這構成一個 三角形 這個加這個大於這個 既然這個加這個大於這個 的話 所有的都知道 這個加這個 會大於這個加這個 這一點就是我們要的 它這一點就是我們要的 我對稱點找出來,我就給他做直線 球跟Y軸的焦點 我們看這個V V跟F 這條直線的方程是多少 用2.4 Y-0等於學歷 9-0是9 除以-4-2是-6 乘以X-2 3-2得6 33得到-2Y等於3倍的X-2 跟Y軸的焦點 Y軸的焦點就是X等於0 我把X帶點 就可以得到Y座標 所以我負而Y等於-6 那Y就等於3 也就這一點是03 那這樣的話 周長就最小 然後這個周長就最小 也就Y等於3的時候 周長最小 那這個時候的面積 我們就帶那個平面上的多邊形的面積 三角形 ABC的面積 這等於2分之1 然後-2 0 0 3 然後-4跟9 然後-2 再重新一次 這樣多少 這樣子2分之1 然後這個多少 這個-6 加這個-6 加這個-6 這是0 減這個 減掉-12 就是加12 再加多少 這個-6 這個是0 減掉-18 就加18 所以這樣多少 這是30 30-6 減掉-24 所以是12 所以面積也是12 三角形面積是12 三角形面積是12 是12 0 0 0